超市货架上空荡荡 仅存不多的物资大伙抢成一团 甚至刚到货的糖还没上架 就被顾客抢走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遭到欧美各国制裁 各国停止贩卖非必需品给俄罗斯 让民生用品大缺货 加上金融体系抵制独步狂变 让俄罗斯通膨率超过14% 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 经济学家甚至预估 年底通膨率可能会突破50% 包括糖 香蕉 番茄 肥皂 牛奶 价格飙升 最高还上涨56.8% 但就算如此 还是阻挡不了消费者的恐慌性购买 部分超市只能寄出限购 甚至关门停止营业 俄罗斯对外贸易也因为 卢布急便进口成本高 一连串的重击恐怕是俄罗斯当局 和普丁所始料危机 美国财经媒体更分析 原本俄罗斯预测可以轻松取胜 但未遇见五大严重后果 让俄国上下升陷战争离道 除了错估乌克兰战力 美调的俄军会在此意死伤惨重 更让乌克兰人对俄罗斯 抱持难以磨灭的敌意 此外低估战争引发西方世界 全面制裁的力道 没想到会让俄罗斯经济全面倒退 15年经济成果空毁于一旦 甚至加速欧洲各国 弃容俄罗斯能源 让原本意见分歧的欧美各国 空前团结 普丁千算万算 却没算到这一步 一旦国家经济崩溃 普丁微信恐怕也会一并垮台 三零新闻文言之报道